为了迎接纵谷部落观光文化旅游的热潮 纵管处办理了纵谷原游会安心游防疫大联盟发表会 推出了线上线下虚实整合的防疫旅游消费机制 交集了KK Day 熊狮可乐等旅游业者 纵谷五部落以及在地商家民宿等部落观光产业链代表 共同推出充满反映部落文化特色的线上各种深度体验游城以及商品 呼吁国人回到好山好水的纵谷部落旅游 近两年受到疫情影响各部落不得不暂时关上部落旅游大门 纵管处郭震灵处长表示面对疫情可能是长期抗战 纵管处与各部落以及旅游产业伙伴也群策群力 积极地投入建构线上线下的防疫阵线大联盟 期盼再次召唤民众重回部落深度旅游 享受世上独有专属花东纵谷的部落文化 那因为疫情的影响 有些部落的这个接单的影响 那我们希望未来 因为我们国内的疫情已经很稳定 那国旅有一些 目前会有一些应用的需求 所以我们就结合我们主要五大部落 针对我们的防疫规定 以及餐食的卫生条件 要请专家学者来做一个管控 以及一个指导 希望能够提供一个优质的环境 以及安全的环境 为了迎接纵谷观光 文化旅游热潮 纵管处推广了 纵谷原油会安心油防疫大联盟的发表会 推出了线上线下 实时整合的防疫旅游消费机制 共同推出 充分反映部落文化特色的线上 各种深度体验旅程以及商品 其实蛮希望就是推广自己部落能做什么 但最重要的是想要让他们能够贴近我们原住民真正的生活模式 就像是割道啊 插秧啊 这些种种 我觉得让他们更知道他们所吃的那些主食来源 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我觉得他们会更珍惜 他们没一口饭的 推出的纵谷原油会安心防疫大联盟 是一项虚实整合消费者旅游需求的创举 可以自主决定客制化行程 到线下实际行程当中部落人员与环境的防疫措施 在餐食体验上标准化备餐公餐的防疫要求 落实游客健康状况以及动线掌握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 保证换道